中所周知,全世界有一個煤炭發明的問題 我們的碳排放過多 因此我們的化石能源、化石的燃料 未來呢,我們不能夠繼續用 因此,新的能源的來源是什麼呢? 當然,在境界能源,太陽能源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在中國,我們發現了,太陽能源變成越來越大的一個行業 但是現在呢,太陽能源佔全國的能源需求2.5% 因此,太陽能源在中國國內的市場前進很大 基礎很可靠 所以,為什麼對於中國在氣候方面起作用 跟全球綠色方面的政策 我覺得很樂觀 國外,我也發現了清潔能源 有些太陽能源,有些劉漢元先生的光譜製造方面的行業 變成越來越重要的一個行業 因此,對於中國在這方面的行業的領導作用 我認為,那個合作的前景變了不起 呢 既然是太陽能源 而且雲當然是太陽能源 既然是很歹許的 並不止 我們就會選擇 一路的行業 明樹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